从药局到加油站 桃园卫生局积极清销 大谈电厂案又验出阳性确诊 累积63人染疫 工人分舱分流 但本国籍经理案23024 两边跑不幸确诊 除了高阶经理 外包商的业者和员工也确诊 另外新增一名太籍移工 案22957 外包商业者跟员工 以及交通车司机同住家人 有6人染疫 目前大谈电厂案 扩大第二圈家庭群聚染 桃园依照先前防疫经验 扩大防火墙 但就怕移工在宿舍休息时 爬爬灶 紧急疫调相关足迹 在蔬果行 还有全家大新店 及统一超商新庄 及新庄子门市 还好相对单纯 在社区赶快设PCR的一个裁检 那PCR裁检占的裁检 350位 全部都是阴性 新竹裁检占阴性好消息 疫情防堵有成效 就怕第三圈社区难收拾 新竹桃园部分停工停客防堵 三级新闻谢军中央安保 桃园报道